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年入秋以來 第一波全面性的空氣污染 在這兩天全面爆發 包括西臺灣 全部幾乎都是淪陷的情形 而現在我們來看看 最新的資料 這個資料呢 真的是看起來是很可怕的 我們來看看 光是在新北的部分 我們來看看 萬里現在的AQI 也就是最新的資料 七點這一報呢 也就是現在在雙北市 你現在所呼吸的空氣呢 萬里呢是不健康的 我們來看看呢 這個地方是汐止 汐止是紅色的 紅色的意思是什麼呢 對所有民眾都是很不健康的 再來我們來看看 其他的這些地方 我們來看到的是 這個是連陽明山的陽明 側站呢 側到的也是紅色的 這個AQI 數據呢是一五九 對所有人都是不健康的 然後我們來看看 臺北市的部分 雄山 松山側站呢 也是紅色的 我們看到再往南一點點 谷亭側站 這是在臺北市呢 這幾個地方呢 都是很不健康的空氣品質 在新北市的部分 新店也是紅色的 然後我們看到 其他的這些地方 土城AQI是一六四 是非常嚴重的數據 板橋也是紅色是一六五 另外其他的地方呢 像是新莊是一四三 這是橘色的 然後林口呢是橘色的 這個是現在正在收看電視 或是在網路上看直播的朋友們 請你務必 如果你是在雙北市的話 請你盡量減少外出 如果你要晚上去慢跑 拜託 聽勸一下 不要去跑 那會對你的生命健康造成 非常大的危害 雙北今天很慘 可是中南部呢 一樣慘 中南部呢 在現在的情形呢 空氣稍微好一點點 可是不過我們來看看 像是在苗栗三億 也是不健康的 這個是對敏感族群造成威脅 然後臺中的豐原 中鳴 西屯 大鯉 通通都是對敏感族群 比如說你有下股的啦 慢性疾病的 心血管疾病的 這個也要盡量 在今天晚上減少外出 南投 然後特別是一個 大家就 柏利好山好水 竟然呢 埔里經常性的空氣品質 是最差的情形 而就在現在的時候呢 他AQI是一百五十四 是對所有的人都會造成健康危害的情形 南部呢 在今天下午呢 其實空氣品質也非常糟 可是在入夜之後呢 慢慢空氣品質回來 究竟是什麼原因 在昨天到今天呢 全臺灣 特別是西半部 所有的地方 幾乎全部淪陷 主要的原因呢 包括氣象專家 以及空氣品質專家都說呢 因為這兩天呢 臺灣上空並沒有很強的空氣對流 而使得臺灣原本的這些污染源 以及境外移入的這些污染源 在強烈的陽光照射下 產生了一個叫光的化學反應 使得這些碳氧化硫物 或者是有機的這些揮發物呢 他變成了叫做臭氧 而臭氧呢 直接就導致你可能怕你 奇怪 人才會生生 膽子才會傻傻 欸 本來沒放肚 怎麼感覺要放肚起來 如果說你今天感覺身體狀況有點怪怪的 很可能就是因為你吸得太多 太多 嚴重污染的空氣 今天來談談為什麼會這樣子 以及如何防治 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中興大學環境工程系的教授 莊秉傑 莊老師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莊秉傑 我們再來歡迎是環保署空氣品質保護處的副處長 謝秉輝 謝副作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再來是大家很熟悉的 臺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的理事長葉光鵬 雅比蘇你好 大家好 我們來看看 今天很嚴重 很嚴重 待會兒來看看 其實現在全臺灣 比起下午的時候 還稍微好那麼一點點 在下午五點的時候 臺灣竟然還有今年第一次出現的 已經說實在 對環保藍師來講 環保署把這個所謂的空氣品質 改成AQI這個數據標準之後 是變得很寬鬆很寬鬆 可是在這麼寬鬆的情形下 今天下午五點的時候 還有兩個地方是叫做止暴的情形 我們來看看 天空一片灰蒙蒙 藍天白雲全都看不到 雖然這幾天各地天氣穩定 不過空氣品質卻糟透了 根據環保署下午五點的空氣品質 監測資料 臺北市古庭新北市新店出現了 對所有族群非常不健康的紫色警報 另外包括細紙 松山 萬里 土城等八個區域 也亮起對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紅色警示 我們去年十二月一號開始 採行了新式的AQI指標 那這指標裡面納入了臭氧八小時的平均值 所以呢大部分的這個時候 這個季節因為臭氧的反應非常的強 那所以我們大概在正中午的時候 濃度最高 過去幾年空污季都發生在每年十月到隔年的三月 前兩天只是中南部空氣品質不佳 週二擴大為整個西半部 其中又以桃園最為嚴重 七個側站都達到紅害 龍潭平鎮甚至達到非常不健康的紫色等級 環保書表示去年十二月開始啟動空氣品質指標AQI 除了整合PM二點五外 也新增臭氧八小時這個項目 這幾天空污發生的原因 除了境外污染物移入外 臺灣穩定天氣對污染物加工造成二次污染 包括臭氧光化學反應 讓空污更複雜 氣象專家也說 這一波空污主要是臭氧濃度偏高 和以往懸浮微粒的特性並不相同 民眾出門戴口罩 其實保護效果不大 那臭氧是屬於二次的污染物 它其實也有懸浮微粒 細懸浮微粒 所以細懸浮微粒跟臭氧 兩個都一起增加 那細懸浮微粒可以戴口罩 可是這個臭氧呢 其實是沒有辦法 它是氣體 所以它其實無法這個遮擋的 環保書也提醒 這一波空污指標污染物主要是臭氧 估計類似情況 將持續到本週五 也已經要求地方政府 比照空氣品質 嚴重惡化緊急防治辦法 啟動二級預警措施 落實轄內工廠查處 記者委員陳昌偉 報導 不過再特別強調 現在各位觀眾 你們所呼吸的空氣品質 特別是在雙北市 請你盡量減少外出 真的不要去慢跑 或是做去騎腳踏車 在中南部的地方 特別是埔里 空氣品質 也是紅色的警戒 其他地方呢 很多地方是橘色的 這個是現在的情形 不過我們來看看 今天下午五點的數據 再強調 這個是今天下午的數據 我們來看看 汐止在下午呢 是紅色的 AQI是177 萬里是AQI 161 也是紅色的 是對所有人都極為不健康 這還吃力 這給紫色 今年第一次出現 這種紫色的AQI 兩百零一指數高達 然後呢 這是非常非常不健康 不管你又健康 還是說你有慢性病 你輸就對你絕對有損害的 這些空氣的 我們再來看看 土層AQI也是紅色的 板橋也是紅色的 新莊也是紅色的 新店 贏了兩百零三 這輸就真的都會中平這種的 蔡寮 林口 士林 中山 松山 全部都是紅色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然後到桃園 平鎮 龍潭 楓源 沙鹿 大里 忠明 西屯 彰化 沙西 惡靈 南投 竹山 我還黏下去 我黏不黏了 藥秘書才會這麼嚴重 我想 如果鐵環保書說話 這個怪天怪地 因為長以前就不行 這幾天以前是賣了 對 做了以前 台灣那個工廠不是在搏 對不對 車也可以 為什麼跟這兩天這樣 這一定聽的嘛 對不對 跟聽的有關 對不對 處長應該是這樣 這是聽的因素 純粹是聽的因素 不然我們過去 幾個月 都是同樣 煙燈在搏 不管你大煙囪 小煙囪 不管你是車 太陽太陽 也是這樣 對 我們鐵頂不風 要頭太大 對 但是 如果我們如果不原來 這些工廠 也不原來這些車 如果不風 空氣也很好 對 也不可能這樣 所以我想 環保書也要承認說 應該是最重要的因素 還是我們本身 汙燃的問題 所以整個西部 我們來看起來 由北中到南 我中頭看嘛 由北中南 這是經濟 所以我想是純粹 因為這裡是沒什麼風 我看那風 是沒什麼風 我們看比較古早 也許一個月前 還是幾個禮拜以前 有時候只有中部而已 是啊 那就是只有中部 那裡沒風 中部沒風 就是 雲林 沒療 跟中華 台中 那就是可能 就像中 中部那裡 沒風 北圍都有 只有那裡 那裡 就是台中市的 空汙的製造 汙燃源 跟賣療 造成台中 中華 跟雲林 其慘 所以 提供的是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 如果我們看 最重要的是 如果沒有那個圓頭 沒有那個源頭 如果沒有中南部 集中這些東西 這次我相信是臭氧 臭氧可能跟交通 是 也許有一個關係 當然我不知道 我一直在看 林口 從去年林口 開始 今年開始營運後 我就在看林口 常常在 顏色就怪怪 當然 我不知道說 超高林 這個有 那是沒有啦 但是我不知道 這是不是 多少人所記憶 不然 我們待會兒再說 不過莊老師 我先請教你 之前我們公 空氣汙染的時候 說實在 北部的民眾 比較無感 對 阿公跟潘廷 說 污染都在中部 甚至在高雍 屏東 大家都結萬倍 萬倍這樣 今天是很奇怪 今天止暴呢 是在新店 然後你看到呢 臺北 臺北市 你說 工場有啦 但是不清楚中華啦 台中啦 雲林啦 汗座 不清楚高雍汗座 可是這一次呢 空汙最嚴重的是在雙北 當然我們看到 整個西半部全部都淪陷了 但是最嚴重看起來 是在雙北市 為什麼 我可能先稍微在 跟朋友報告一下 因為今天止暴 昨天止暴 大部分是臭氧八小時 是 那臭氧一般來講是在白天會高 也就是在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會高 所以八小時到 就剛剛講到止暴 其實就是在白天的時候止暴 是 那現在已經晚上已經過了 稍微好一點 過了 現在晚上臭氧應該都到很低 你看現在應該 這個時間點應該都都低了 OK 對所以剛剛主持人講說 現在不要出門 就是不是因為臭氧不要出門 不是因為早 白天的止暴不出門 因為現在已經很低了 那如果現在不出門 反而是要看 我們看到片二點五 比如說新店這個資料 新店這個是下午五點的 那我們來看看現在的情形 對 看新店 抱歉 讓我找一下 北部新店 新店 對 我來查這個 也是還紅了 對 一八七 這是因為 連到白天的 因為現在它是八小時 就是從這個時間點 還有晚前推八小時 有白天的部分 OK 所以它臭氧的濃度 在數據上還是高 但是現在應該降很多 對 現在降到四十一了 有沒有 你看八小時平均一百嘛 但小食濃度 還是有到五十 第二欄 第二欄 OK 小食濃度是四十一 已經降下來了 是 所以臭氧來講 其實已經 現在已經算是比較好了 那當然PM二點五現在是高 比如說現在的小食是四十七 那我們知道日均值超過三十五 就是超過標準 所以現在反而是PM二點五的問題 那這個先跟主持人講一下 無論如何還是不要去外面運動 對對對 對對對 那第二點就是說 臭氧跟PM二點五 大家看到不一樣 臭氧的話 它是沒有顏色的 那今天你看到霧濃濃的還是PM二點五 對 那所以在美國那邊 就是說 因為美國比較沒有PM二點五的問題 像加州都沒有藍煤電廠 對 所以那邊常常你看到藍天白雲 但臭氧可能很高 對 所以很多很多那個同學們 就看到藍天白就去打球 打得很高興 但臭氧可能會很高 所以在美國其實對臭氧來講 還非常的關心 八小時 是 但是控制他不容易 因為是在白天 那這邊是一個 等於是WO2005的資料 他說臭氧在 譬如說在這個五十一 就現在AQI大概是五十左右 相對於臭氧在三十六PPB AQI大概二十五左右 那單單增加個 AQI從二十五增加到五十的話 死亡率會增加一到兩% 那我們現在AQI到兩百 在白天到兩百 所以算一算會比那種很低的值 增加四到八% 以在白天的情況來看 就是按照WHO2005的資料 所以臭氧八小時這個其實還是 跟健康很有關係一個題目 只是說 過去其實我想學界都知道 八小時常常超標啦 只是因為那個太難控制了 所以過去我們一直不太提這件事情 對 那因為環保署去年 把臭氧八小時 那在AQI裡面 所以今年就突然看到很多臭氧的問題 但這個問題 一般講臭氧是需要陽光 那另外還有淡氧化合和那個飛降氧碳氫化合物 是 所以一般臭氧 在高值的時候 一般都在九月 九月 九月正好混得成比較低一點點 但陽光還強 所以九月很多臭氧 但是到十月十一月 當陽光下來之後 大家臭氧問題 可能又漸漸忘記 就回到PM2.5 瞭解 這個先第一個先 先跟主持人 跟朋友們大家講一下 那臭氧那麼高 特別是集中在雙北 是因為汽機車嗎 對 就是因為這個是 就早上剛剛有沒有看到那個天氣圖 就是吹 吹東風 對 那吹東風這邊常常會有一些回流 那這個回流正好就是在 在我們北部這邊正好是一個 進風的情況 就是沒有什麼風 那當一個盛行風是進風的時候 那這時候還是一樣 因為陽光比較強 那海陸風就主導 那在昨天八小時止暴 就是龍潭這個站 龍潭站 那我們分析的結果是龍潭站 這個站 主要的工廠來源 一個是 剛剛講過 一個是需要工廠提供的NAS 彈氧化物 所以只要燃燒 就會提供彈氧化物 譬如鞋賀電廠 會貢獻部分的彈氧化物 譬如說林口發電廠 會貢獻部分的彈氧化物 那第二個 他需要那個非甲腕碳氫化物 那非甲腕碳氫化物 最多是煉油廠過來的 所以我們發現昨天龍潭這個站 煉油廠也會通過煉油廠 那再加上一些燃燒 比較不完全的這些 汽機車 尤其是機車 是 所以說臭氧一般來講 高的話 你要去控制它的話 就是要管燃燒的彈氧化物 以及燃燒不完全的 非甲腕碳氫化物 以及煉油液 瞭解瞭解 所以那還是有很多根源的污染源 要來去解決 不過副處長 我要請教你 你怎麼樣看待今天 從昨天到今天 特別一直到現在 我們的空氣餅值 還有很多地方是紅色的 是對所有族群都很不健康的這個指標 第二個 如果說都已經紅色兩天 甚至止暴兩天了 看起來我們的政府也沒有說 什麼東西要停下來 然後學生不可以去外面跑步 晚上大家盡量減少外出 怎麼也都沒有給我們警告 首先我想先提 就是說我們在去年 當然把原來的PSI改成AQI 那剛剛有提到說 這個指標是寬鬆 其實是沒有 從這幾天的狀況就看得出來 因為過去並沒有臭氧八小時這個指標 但是AQI以後就有臭氧八小時這個指標 所以就把臭氧的問題反映出來 那第二個呢就是 剛剛其實AQI有提到 就以北部來講 當然譬如說以臺北市 除了文化廠以外 其實已經沒有大的工廠 那他主要的污染的來源 除了境外以外 大部分都是來自交通工具的排放 我說就臺北市來講 那當然包括新北市 或者是桃園 當然還有其他的工廠在 那整個 因為剛剛老師也提過 就是臭氧他本身是因為在這個季節 我們空氣品質狀況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在夏季的時候 因為空氣的對流比較好 那那個混合層會比較高 就是空氣容易混合移動 所以空氣品質就比較好 比較好 那大概九月到十月開始 那空氣品質因為東北季風下來以後 那這個變化的季節會先臭氧開始不好 那再來就剛剛 EST特別提到的二點五 就是開始整個二點五會開始上來 那剛剛主持人有提到說 這個我們其實在我們的 預報裡面 其實我們也有通報各個縣市 就是說這兩天那空氣品質會不好 那也要提醒民眾 那另外呢 對於相關的當然工廠的管制 我們再進行 那最主要來自交通工具 所以交通工具的管制 就變成非常的重要 但是副處長我先打個岔 所以從昨天到今天 我們不管是中央或是全臺灣 任何一個縣市 有要求任何一間工廠 減排甚至停排嗎 這個其實就是因為臭氧 剛剛有提過 他是白天的這個光化反應 那我這裡其實有一張圖 就是說他的濃度的狀況是這樣子 就是 早上太陽上來以後 他的濃度會上來 然後之後 太陽光比較弱以後 所以晚上他整個濃度就會降下來 那基本上因為他是經過 太陽光的照射跟反應 所以這個就他的管制來講 因為剛剛莊教授也提到 就是要從這個污染的排放 那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這個臭氧的房子 其實是要從長期把這些排放的污染源減下來 那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說 就算我們今天要求工廠停止排放 汽機車全部停止也無助於解決今天的臭氧 應該不是吧 這個沒辦法請 就是說汽機車去停止 這個有他的困難度嘛 但是我們能做的是 譬如說我們現在還有一百多萬輛 老舊的二星層機車 從九十三年 那是長期的事情 對 我們今年汰換了二十六萬輛 那好歹也通報一下教育部 說拜託的在學校的學生 你就不能出去運動車 在那邊慢跑快跑 你就像這兩天很多學校 在做那個消防演練 你就要盡量也許戴個口罩 我們有通報學校嗎 這個其實每天的監測的結果 跟預報其實都會透過 都會告訴地方 包括當然包括教育機關在裡面 那剛剛主任提到的這個就是消防演練 那我想這個 實際上消防演練 跟這個就是說好 在我們在空氣品不良的時候 盡量避免去激烈的附外的活動 我想他的因為消防演練 畢竟是比較靜態的 安全的考量 比如說好這個 因為譬如說發生火災 那而且現在等於是才開血沒多久 所以讓這些學生能夠知道 假設有消防狀況的時候 有一身火災的時候 該怎麼去處理 該怎麼去避難去防護 我想這個基本上 我覺得就是說我們當然有通報 通報到各個機關去 那也通報到地方環保機關去 環保署對這兩天 特別是在臭氧嚴重超標的情形下 有具體對策嗎 這個其實分長期跟短期 我們等一下再說 短期 短期跟主持人 跟各位觀眾朋友報告 其實我們在昨天還有前天 就已經通報地方環保機關 就是說在這個時候 對於當然車輛的部分 我們加強機場 那另外對於這些工廠 譬如說好他的污染防治設施 有沒有職業在太陽做 那他的排放有沒有異常 那營建工地 我們去加強機場管制 這是我們的作為 那另外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在這個時間 只要我們預報空氣品質 AQI會到一百五十以上 那搭乘大大眾運輸工具 只要有參加我們綠色集點 那個點數就會十倍來贈送 那都不會負責啦 說的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 我們還是在談說 到底原因是什麼 怎麼解決 來看看空污劑真的來了 那也可能要做一個預告 十月十六號到十月二十號 公共電視新聞部整合了 包括有話好說南部開獎 整合了我們的島 整合了獨立特拜員 整合了從城堅中島新聞 晚上新聞 晚間新聞 幾乎是整個公共電視 新聞部所有的資源呢 我們會在十月十六號到十月二十號 做一個很大的空污舟的系列特別節目 當然我們也會播放相關的紀錄片 希望透過大家一起努力 真的空氣對健康的危害 已經不需要再去討論了 現在大家要關心說 怎麼解決 挽救自己跟我們下一代的生命 我們來看看這一次呢 臺灣入秋以來 第一波空污大爆發的原因是什麼 下秋季風交替的時候呢 臺灣上頭就沒有風啦 沒有風不大啦 這樣說得對啦 沒有明顯天氣系統 天氣很穩定 白天風速很弱 氣溫高 陽光強 污染物上去之後呢 產生了光的化學反應 累積了所謂的二次的污染物 叫做臭氧O3 特性是什麼呢 八小時平均值 會在下午三四點的時候 最高值 晚上慢慢降 可是呢 現在你還是盡量不要出去 因為是PM2.5 還是很高 再來地區呢 西半部 因為高溫日照強呢 擴散條件不好 臭氧能度呢 對於敏感族群 不健康等級呢 都達到危害的這個情形 接下來好幾天 可能還是一樣慘 所以拜託的啦 可以不要出去 都不要出去 真的需要工作什麼的 要做好防護的一些措施 敏感族群特別的重要 避免午後在戶外 長時間劇烈的運動 各地方政府呢 也要加強查處 轄內的電廠 石化廠 鋼鐵廠 水泥廠 然後呢 在二零一九年底呢 政府希望可以減少九點一噸的NOX 等這些所謂的污染源的這些排放 不過我們來看看 可能之前大家很關心 所謂的有機揮發物 或者是PM二點五 可是從現在開始 大家可能也得再擔心一件事 叫做臭氧的危害 這兩天各地天氣穩定 空氣品質卻變差了 氣象專家彭啟明 在臉書發文指出十九號開始 北部和中部出現明顯的空氣污染 引發這次空污的原因 和之前的境外污染物移入 不太相同 主要是因為區域性的大氣穩定 延伸大氣光化反應 因此導致高濃度的臭氧 和細懸浮為例 所謂的大氣光化反應 是指汽機車工廠排放出的流氧化物 但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 經過陽光照射的光化學反應 所產生的懸浮為例和臭氧 彭啟明表示 這類的空氣污染非常麻煩 因為多重的來源特性加上化學反應 很難有立即的解決方案 只有等待大氣條件改變 醫師也警告 呼吸道敏感的患者 這時候更應該小心 彭啟明提醒 室外臭氧濃度偏高 和以往細懸浮為例的特性 不相同 戴口罩沒什麼用處 建議減少外出 預計這波空氣污染可能延續到週五 接下來要看週末的微弱封面通過 能不能改善空氣品質 所以彭啟明提醒說熱頭大 你要改善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看陽明山的時候 現在即使的 他檢視最新的八點 即使臭氧是一百十七 過期的平均值等到是九十二 所以可能大家 大家也要注意說熱頭 現在已經下來兩三點鐘 也是要注意 所以當然環保署的素餘 有時候我是都做參考而已 他都很不允許 我聽不懂 臭氧是因為所謂的光的化學反應 現在就已經晚上八點五個月 所以即使 為了一百一十七 照理說 這要落下來 這要比較高 是怎麼變這樣 環保署 我剛才說環保署的素餘 是有時候做參考 所以你壓根人員這個素餘 就有問題 有可能要副主長你再解釋 我解釋 那個就是說 因為陽明山是一個高山側站 所以他比較是背景側站 所以這個意思指著就是說 在目前陽明山超有超八百多公尺 那邊的臭氧還非常高 就在這邊看到一百一十七 對 那我們日均值的 小時最大值一百二 所以他一七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高 對 那因為在那個地方 會這麼高的原因 是因為說那個地方 在混了成高幾乎之上 所以表示說我們現在 存了很多高臭氧在八百公尺高的地方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地面 剛剛古亭站已經講到事實了嘛 是 那就是地面這邊因為很多七七車 那臭氧比較特別是說 我七七車車剛開始排放 氮氧化的時候 他會把臭氧吃掉 所以地面臭氧會降下來 但七七車排放那時 他沒有辦法達到陽明山這個高度 所以那邊就要留在留到一百一 那這完全顛覆大家的想像 大家說晚上來山頂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一個新鮮的空氣 所以女兒如果輸到的都中間 所以就是有時候在晚上的時候 在高空反而臭氧會高 那個我們叫一個蓄積層 就是說但他現在 除非你去陽明山 如果你是在古亭平地的話 不會那麼高 那我們但是現在擔心的是明天早上 當明天早上 陽光照地面 活潤上一漲高的時候 又會把高空陽明山的臭氧 又再壓下去 再帶到地面上來 加上新產生的臭氧 又飆高起來 所以有時候這個我們就叫一個 一個蓄積層一個累積的現象 所以拜託所有的民眾這幾天 真的要特別重視這些空氣品質 跟你的生命健康 不過我們來看看 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這個主要是機動汽機車 還有火力發電廠 還有其他的工廠所排放的HC 叫做碳氫化合物 或者是NOS 氮氧化物 或者是VOCS 揮發性的有機物質 進到大氣中 那因為太陽輻射產生了所謂的光的化學反應 而再次造成二次的污染物 那特別是在晴朗暖活 氣候乾燥的情形 最容易發生 對呼吸道系統呢 會有刺激性 所以這幾天可能大家會覺得 那個才會一直打擾 放肌啦 肺部會痛症症 肺部傷害 那現在呢 當然有這樣子AQI的這個 平均值的這些標準 我再請教一下 那你不能怪老天啊 老天不給你瘋 你要怪他幹嘛 那所以到底要怪誰呢 歐洲外 港町 怪我們自己的 所以剛才我們 你說敏感族群是怎樣 我現在看美國費賞醫學會 他今年的年度補高 就是說 他不是影響我們虛部而已 影響深重 深重 所以這要繼續注意 他這裡說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看 剛才我今天看 臭氧在影響上 中途過一回 一到兩天 你可能會心臟會出來了 即使不是九齡 不是六十五歲 他是中途 就是中途 而且沒有心臟病的人 中途 就是四五十歲 沒有心臟病 也可能因為臭氧 這樣就會心臟 所以不是說我們太悶 所以我要說 今天臭氧這個問題 我們開始也要關心 當然過去 環保室系統 臭氧 表現不出來 所以去年AQI這點 有一點會出來 但是因為 AQI 他把PM2.5的指報 變得很高 才會變指報 但是PM2.5 他對我們死的危險 是繼續大 臭氧的死 心臟病 但是死的人 是沒有那麼多 這美國他們就是這樣說 所以他剛才臭氧的人 在美國不代表的人 是多很多 但是死的人 也是PM2.5比較嚴重 所以陶寫中老師說 現在PM2.5 可能會慢慢累積 我想 所以我要說 第一點 臭氧我們要開始關心 第一點 我們的緊急應變 我們幾乎是沒有啟動 今天有過了的地方 我今天有看到 一小時即時執行 PM2.5達到50 50 全世界大家都關心這個問題 在巴黎PM10 他如果80 我今天也看到很多地方 PM10也80 那時候我們就跟空保處長 蔡處長說 你80就可以開始啟動 是不是讓車 開始要怎麼 一半開出去 我們都可以慢慢說 但是會讓民眾注意到這個議題 但是不一定要馬上這樣處理 今年的首爾PM2.5 是50 50 他們公民突破 就說他們開始要緊 要減少車 甚至公有停車場 要關起來 讓你車不容易停 所以整個首爾到巴黎 剛才說的PM10 一個是八十 八十 一般來說是PM2.5 等於五十六 就是打七折 首爾五十 剛才來說PM10 等於差不多七十 還是八十 所以我要說 整個他們車那麼多的地方 他們已經都有啟動 開始要喚醒 而且巴黎 古年就開始 讓你一把車不能開出去 所以我們 我們的行政院 在古年裡面 監視應變辦法 這最近才公布 它產生的公聽位 完全沒有作用 完全沒有作用 那譜分 專家去講 聽過公聽位之後 也沒有改變 所以大家一直說 長期 其實你呼吸 一分鐘一個小時 五分鐘 他都已經造成鬼害 副處長我請教你 就是其實 因為現在已經變成AQI 所以我們只能就AQI來談 那從昨天到今天呢 其實有幾個站 是已經到紫色 是非常不健康 對 那今天呢 剛剛我們看有非常多的側站 非常多的地區 都是紅色的 是對所有人都很不健康的 有更多的地方是橘色的 是你有氣喘心血管疾病 慢性疾病都很不健康的 可是我們不管是橘色的 紅色的 紫色的 那些都沒有什麼強制的動作呢 都只是規勸 拜託 沒有影響 沒有強制這樣子 可惜啦 這個 跟各位觀眾朋友報告 就是 因為這一次的 發生的是臭氧 然後臭氧是八小時的平均 那在管制上 其實我們有加強去做管制 那因為他只要的來源 剛剛 莊孝有提過 這個淡氧化物 然後揮發性有機物 那在陽光的照射下 那 當然八卦 流氧化物在裡面 那這些呢 他的減量 其實是 要從長期努力來減 那對於剛剛主持人有提到的 就是說 好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到底採取什麼樣的作為 那這一開始就提過 我們有跟地方環保機關 就對於工廠 營建工程等等 都有啟動 去加強機查跟管制 那有些呢 我想我在這裡要提的是 我們目前的車輛 汽車機車總共有兩千一百萬輛 那這個的汰換其實相當困難 所以 因為剛剛主持人講說 長期要晚一點再提 不過就我們來講 就 包括 對 包括這個不只是二行程機車 包括那個茶油大卡車 一二期的 那 世界衛生組織也 在文獻裡面也指出 他是一級自來物 他的會氣 所以我們現在 在 空氣管防治策略驗核定裡面 我們用補助的方式 來 要求 這些車子來做 汰換 長期 其實環保署還是做了很多政策 不管是說 所謂的減排 或者是說 汽機車的這些淘汰 可是我請教一下副處長 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的數據也看得出來 不是只有昨天 今天 很可能明天 後天 大後天 我們還是會有很多地方 是紅色的 甚至到紫色的 如果說我們從今天開始 不對 剛剛像莊老師所說的 譬如說 他談到桃園 為什麼會指爆 是有在西北 東北邊那邊的協和電廠 甚至像是那個林口的火力發電廠 像是那些比較大的 如果我們讓他繼續燒 那個問題不是繼續嚴重 能不能我們現在可以控制 這些大型的污染源 讓他不要說整個停 減個一半 減個三分之一也好 那沒辦法這樣做 當然就是說整個 因為電力的調度 就是說 基本上空氣污染 跟水污染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地方 水污染 譬如說好我排到河川去 污染河川 不管怎麼樣 就是在河川的範圍裡面 那但是空氣他是流動的 所以在過去 譬如說好 中部可能空氣品質不良 那他的來源 可能包括從北部 然後一直往南 所以對於剛剛指揮先生提到 對於譬如說好 以電廠來講 其實政府有 一整套的電力的政策 將來目標是希望把 會把燃油電廠全部停掉 然後增加的機組 都是以燃氣來替代 是 那至於燃煤的 那也用超超臨界 那剛剛 莊老師今天有特別提到 昨天就提到說 好這個 桃園這個是不是 因為現在林口 林口是其實是 那個超超臨界的電廠 那所謂超超臨界 其實就是 因為他的 這老師比較清楚 我想老師等一下普通 就是他他的燃料的效力 是比較高的 可以到達四四五 就是說 同樣化一度電 他的所需的燃料量 會比較低 是 那因為他花電 是用蒸氣去帶動 那這個 那莊老師有特別要說 這是不是因為林口電廠 他現在是用海水來脫流 那是不是因為脫流不完全 脫流不完全 那環保署認不認為是脫流不完全 我想這個是一個 就是說 最次的不良 我們當然會來解析 就是說好 我們會 根據各種的資料 來做分析 那這個需要 我們需要時間 因為這也需要 就還要再調查 對這需要 不過莊老師 我今天有看你的這個說法 就是說是 叫做可能是因為林口電廠 在發電的這個過程當中 引用海水來脫流 但是脫流不完全 才會導致硫化物 淤積在空中 可是臺電的時候 反正說沒什麼沒一個 我脫流都脫得很好 那個到底是什麼 什麼叫做脫流不完全 才會導致臭氧濃度飆高 沒有 我可能要講一下 就是我說的脫流不完全 指的是說會造成PM2.5飆高 不是臭氧 不是臭氧 臭氧還是淡氧化跟非絞氧炭氫化物 對那我可能再稍微再補充一下 可能有一點處長是沒有講 就是因為這幾天 止暴和紅暴大部分是八小時臭氧 是 紅暴和止暴 那我們今年六月公告的 預警應變辦法裡面 把這一項刪掉 也就是說 什麼意思 把臭氧引起的紅暴止暴 對 不做任何預警應變 為什麼 因為可能難度很大 所以內向是目前是在辦法刪掉 所以即使是 其實我們其實看起來就是環保署 其實預報 雖然沒有很準也還不錯 這是昨天的 昨天晚上的預報 他就預報今天早上臺北會 今天臺北會紅暴 那的確今天是紅暴了 剛剛看到的確是紅暴了 八小時 所以環保署目前監視是預報還不錯 所以如果說 再請導播給我看一下這個PC 如果說我們明天 很多地方的臭氧 這個所謂的AQI 達到最嚴重的三百零一到五百 但是他的原因是因為臭氧所導致的 臭氧八小時所導致的 對 我們什麼事情也都不用做 按照預警應變辦法是什麼事都不用做 對 因為燈像被刪掉了 所以當初決定這個人可能要出來說話 頭髮聽副處長說 好像做這些事情是沒用要長期 其實空氣汙染最大的特色就是 你把源頭剪了 你馬上可以看到他的效果 馬上喔 副副處長這可能就是要您說 馬上喔 剛剛包括中老師說的 因為我們把這個所謂的因為臭氧八小時濃度 而導致的AQI的惡化 但是我們在所謂的緊急應變方法 是不需要去做處置的 我想這個分兩點來講 第一個在空氣品嚴重化緊急防治辦法裡面 其實臭氧還是有 只是臭氧是一個小時 譬如說我們在疫情二級是 他的濃度小時值到一百二十五PPP的時候 都會啟動疫情 那一級的時候是小時值到一百六十五 那我們沒有放進去的是八個小時的這個平均值 那因為當時考慮到的是 因為他是受太陽光的影響 而且是八小時的平均 就是說我們考慮到應變的作為 對那當然小時的狀況 我們是會有應變的 這個是在應變辦法裡面是有明定的 那那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為什麼有些是需要長期來減他的量 那當然我也承認就是說 好有些城市譬如說巴黎 他可能空氣品不好 他就去限制車輛 那譬如說 巴黎空氣比大家還好 譬如說那當然有些 有些城市他以大陸來講 他就直接禁止摩托車 用燃燒汽油的摩托車 可是就我們來講 我們覺得就是個譬如說機車 他是一個大的污染源 尤其二行程的 那現在還有一百多萬輛 所以我們就透過補助的方式 跟修空法的方式 將來逐步的讓他來汰換 那一二期的這些大卡車 也逐步來汰換 那至於 所以轉期 電廠的部分 其實這個政府也提出來 就是說好剛剛已經提過了 讓新增的電廠說是用燃氣來 燃氣就是我們增加燃氣的比例 然後那個燃煤的慢慢把它降下來 所以我們今天顯示紅色 跟橙色對所有租群都危害 他只是告訴你我這個危害 政府都沒有處置 就像你上來急診 已經都沒有處置 你說我們要長期來鼓住待換 我們有請地方 這個態度是跟地方搭配 去加強相關的機查管制 那將來就是說對於交通工具的限制 包括在印度代表裡面 當然有 這麼多久 剛剛大家所關心的 八小時的 湊羊沒有放進去 這我們會來檢討 就是說要搭配 我想在這裡 我還是要必須要去講 就是說 我們的政策 長期目標是這樣定 那也要去考慮到政策 是落實可行 逐步來推嘛 了解 你說電廠我們怎麼可能 一下子做全部改成燃氣 不可能嘛 所以因為緊急應變很急 我們應變是有勤 移動性污染 我來看看 就是說其實 你說政府都沒做事 也不對 政府其實做了很多事 但是大家想說 是不是可以做更快 更有效 更多一點 我們來看看 政府的整個空氣防治 空污的政策是什麼 譬如說今年四月十三號的時候 就通過了空氣污染防治策略 用獎勵跟限制來去做 丟了三百六十五億的經費 要來做 做什麼事情呢 包括管制境內的固定污染源 跟移動污染源 像是電廠鍋爐要撿污 然後燒金燒香 然後燒稻草 然後工地餐廳 這些營業要撿污 那移動污染源 剛剛副處長也談了很多 柴油的大貨車 大卡車二行程 要把它淘汰掉 然後要推電動車等等的 還有說十四加N的這個防治的策略 燈號管制 然後也有說二零一九年 包括PM二點五 要從二十二維克降到十八維克 然後紅色警戒 從一天九百九十七站 要降到五百二十八站等等 可是大家還覺得說 你有一個方向很好 但是你竟然所謂的整個階段性的 強制性的 有效性的 現在還不是看得很清楚 我們來看看 政府的空污防治政策 跟人民的期待到底在哪裡 每年秋冬中南部的天空 就會變得灰蒙蒙 空污的情況也就更嚴重 南部更是一年超過一百九十天 都是空氣品質差的情況 為此環保團體多次舉辦大遊行 希望督促政府幫他們找回藍天 而面對空污問題 新政院今年四月通過空污防治策略 端出十四項措施 包含淘汰二行程機車電力設施管制 計畫投入近兩千億的經費 目標是在二零一八年底 將PM二點五的濃度 從一立方公尺二十二維克 降到十八維克 改善十八點二趴 包含柴油大貨車的問題 二行程機車的問題 甚至於港區的污染 所造成的等等問題 一共有十四項 同時環保署今年六月九號 開始實施新版空氣品質嚴重惡化 緊急防治辦法 總共分為五級 PM二點五濃度達到三十五點五維克 橘色的預警二級 就會要求工廠自主降載 如果空污符合紅色的預警燈號 則會管制二行程機車 此外環保署也大修空污法 重點包含統一許可申請的審查原則 檢討總量管制制度 提高財閥額度最高可達兩千萬元 從制定新版防治辦法到大修空污法 政府展現向空污宣戰的決心 但這些策略是否能夠奏效 還有待後續觀察 不過莊老師 到底政府做了什麼有效嗎 是 對 我可能跟觀眾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 其實剛剛十四加烟 或者是過去環保署長期推動 這些汽機車的這些減量 雖然車輛數一直在增加 但是淡氧化真的降下來了 那我這邊有一個 就是中部的一個統計圖 我們是把今年一到六月捲去 過去歷年的一到六月 OK 那藍色的部分就代表說 淡氧化降下來了 所以你看這圖 從苗栗一直到雨林 絕大部分地方 淡氧化都降下來了 藍色是這樣 綠色的呢 綠色是變化不大 紅色是增加 所以增加的地方不多嗎 不多 所以淡氧化物都幾乎都降下來了 淡氧化物是什麼東西產生的 就是燃燒 比如說汽汽車 他的引擎燃燒過程裡面 空氣的氮跟氧結合 就變成淡氧化物 那因為我們現在很多 剛剛講柴油車 要加裝濾煙器 淘汰比較老柴油車 所以環保署在推動移動污染源 特別是汽機車的排放 對這個成效已經出來了 已經很清楚就是出來了 對那但是淡氧化物 他的確會減少PIM2.5 變成減少PIM2.5 但是地面的淡氧化物減少之後 那剛剛講過說 形成的臭氧 這時候淡氧化本來會吃掉它 因為它有個低定效應 現在沒有吃掉了 所以現在常常在八小時的臭氧 都會飆高 淡氧化物會吃臭氧 所以當淡氧化物變少 臭氧就會飆高 對對對 那這個是同樣我們中部的圖 淡氧化物你說變少 對 臭氧會飆高 但是淡氧化物是臭氧的原因之一 是是中間有點複雜 那我們就看到地面上 它會吃臭氧 地面就是神奇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 同樣中部的臭氧 小是最大值 那紅色就增加 所以你看我們中部 所有的幾乎所有測戰 臭氧都在飆高中 對那剛剛其實葉醫師也講的 就是說 臭氧他的健康危害 還是比PIM2.5來的小 所以我覺得整個大策略上 我們還是要去降氣機車這些淡氧化物 因為他可以減少PIM2.5 那這邊也是我一張表 不是很清楚 不過你看一下 這邊的數字的負號 就代表說 中部很多測戰 相對於過去的五年 PIM2.5超標日速 是在增加減少 看起來都是負十幾% 15%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這個氣機車的淡氧化減少之後 的確中部很多PIM2.5超標日速 就在降低了 所以我們看起來 這個策略是有成功 是對的 而且要推得更大力 還要推更大力 我們機車不減少 還是二行程比比較少一數而已 對二行程減少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車量雖然沒有減少 但是我們的標準一直在加鹽 了解 一直在加鹽 所以雖然車量增加鹽 所以最後車量排放 是有在減少 所以環保署 再去推移動污染源的管制 這個是對的 要肯定他也已經有成效了 要做得更大的一點 是 那現在真正的問題是在 對 所以就變成說 但是現在一個問題就是說 臭氧八小時 我是預測未來還會再持續增加 還會持續增加 但是一個剛剛處長有講是 臭氧小失職 超過一百二十pp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在過去 其實很少在在桃園這發生 過去大概都在屏東 常常發生 那後來我們有去做一些分析發現 他都會通過石化專區 對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把 譬如石化專區 譬如說六七那邊的 有關在VOC 把它加鹽之後 最近屏東那邊的臭氧小失 最大值 常常就沒有了 OK 對 那所以剛剛我也提到過 那桃園這一次 臭氧會超標 會到止暴 其實也很特別 所以在我們來看的話 就變成說 你管氮氧化物中間 大概一體兩面 就是說管了 管管他的在近距離 他臭氧會增加 遠距離臭氧會減少 但是如果你管是VOC的時候 臭氧就會降下來 所以如果你要降臭氧 目前以對桃園或者臺北的 今天來看的話 你要管的可能是中油煉油場 中油煉油場 這是應該是最主要的 那在外就是一些燃燒不完全的 這些汽機車 對 那那管煉油場一定會有幫忙 瞭解 不過莊老師我請教你 其實我覺得說這些都是比較 所謂的點或是線 是 或者是面的也有 但是民眾可能會期待一個 就是說會一個非常明確的 那我覺得那個當然也有可能是 有一點不切實際 譬如說幾年後 全部二行程機車全部不准上路 否則上路我就是重罰你多少多少 或者是說我們在幾年之後 所有的火力發電廠 就通通禁止燃煤 或是幾年之後 我們的中油煉油場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大型的污染源 譬如說是六清 譬如說是高雄的這些石化業 他整個排放量要降到多少 否則我通通執照都不給你放 我們是需要這種對大型的固定污染源 有一個更強硬的一個政策出來嗎 完全支持你 全世界都對 全世界很多國家都這樣做 即使環保署 有的確太客氣 不敢發這些 你們二性警察好像是發二零二零 我想這個 我必須在這裡 所謂補充 第一個就是對於交通工具的管制 當然二行程其實已經 九十三年以後就沒有生產了 但是 因為他的機械構造簡單 不錯啦 比較不錯嘛 所以我們現在當然還有一百多萬 我們現在已經泰灣二十六萬萬 這樣 希望全部把它泰灣掉 那這個要搭配相關的政策工具 法律工具 所以我們在修空護法裡面 目前規劃已經把它納進去 就是 民眾都覺得說 你們政府都抓小放大 都抓我這歐洲外的小孩 人家那些污染那麼大 你都沒有去處理 沒有去面對 你都要管啦 所有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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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自己都要管啦 車輛是這樣 就是說 他只要符合出廠當時的標準 二行程 我們即便家人車輛標準 他還是只要符合舊的標準 可是工廠我們家人標準 他就要符合新的標準 那為什麼知道 因為工廠他可以去做污染房子 可以 了解 投資 所以政府的做法就是說 加延標準 你符合能過 你就繼續做 這是工廠的部分 所以你們二行程機車 你們要日落條款 我們修空護法 將來在空護法裡面就授錢 將來十年以上的這些老舊車輛 我們可以加延他的標準 換句話說 現在符合標準的二行程機車 只要我們修了空護法 將來立法院通過以後 我們就可以加延標準 讓他不合格 等於是設定日落條款是一樣的 那這當然不只是二行程 還包括一二起的柴油大卡車一樣 了解 那另外當然對於污染源 譬如說這個鍋爐 商業的或者是醫院 學校等等 這個我們環保署 現在在補助他去台灣 那個增加更多更多的零檢站 那個排放 你把他放到他不敢 那就好了 環保署我速度太慢 補援標準 他只要符合醫情的標準 他就不用符合 莊老師您對整個空護房子政策的建議是 對 其實我還是蠻肯定新政府 這個空護房子 他其實有兩大套 一個是十四加m 是 對 那講的大概都比較是 汽機車比較多 那還有一些鍋爐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 就是 就是那個能源轉型白皮書 是 剛剛談到說 在二零二五的時候 我們的藍煤會從現在 將近四十六% 降到發電量三十% 隨便在電力結構上 在二零二五也會很大的轉變 那第三個是前瞻建設 因為前瞻建設 也總量沒有固定的話 你百分比 對對 是 結構調整的時候 總數也許還會增加 是 沒錯 對 所以我說 我先講話 不好意思 那第三個 第三個是 第三個就是說 他推動前瞻建設 所以我們中部南部 都有非常多的軌道建設 那我們知道剛剛談到 其實汽機車也是很大一個污染源 那現在臺中市的那個 就是搭乘的公共運輸 只有十%而已 那臺北到四十%嘛 所以我們預期就是說 當你軌道運輸 比較方便的時候 未來中南部的汽機車也可以減少 大方向 其實大家都肯定 對 所以現在大方向 總量管制對不對 交通污染源那麼重要 我們的聯報 PM2.5 從來沒有一個是交通監測站 顯示出來 從來零到目前已經四年 法定的數據 沒有一座交通監測站的 PM2.5的聯報 沒有 零 都是自動而已 所以這就是環保暑 雖說的是一套 最後的是另外一套 謝謝 以上節目 可在公視網站 家妻服務影音網 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家妻 讓精采繼續 一個人 一個人 是不可能出現在兩個地方 對不對 收仔細一點 發後面也要檢查 看牆上有沒有夾子 現在作賊的人 還會心虛嗎 局長 如果你跟我一樣 想要做局長這個位置 就要放掉一些不必要的原則 要往上爬 哪有不動張手的 那權力真的就這麼吸引 其實就像跟變魔術一樣 假象都是最美最吸引的 對 他在罪車前 其實是有意思的 魔術效果裡 最神奇的就是無中生 好